下面来讲解利用描边制作立体描边文字 首先按Ctrl加N新建画布 将画布的宽度设置为400像素 高度设置为300像素 分辨率为300 RGB白色 创建完成以后将背景填充为绿色 颜色值为42,4,34,0 Alt加Delete减 填充完成以后 选择工具箱中的横排文字工具 将文字的颜色设置为浅黄色 颜色值为33,180 单击鼠标 字号呢 暂时的 我们将它设置为24 不让它加粗 先锯也不要 也为0 然后选择文字层呢 按Ctrl加T键 将它呢 进行垂直拉长 将这个文字呢 垂直拉长一些 拉长以后呢 修改一下它的字号 33 让它稍微的呢 再大一些 按住Ctrl键的同时 将文字层的选区载入 然后新建一个图层 图层1 选择编辑描边命令 打开描边对话框 设置描边的宽度为1 颜色为浅黄色 颜色值为33,180 单击确定 Ctrl加D取消选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描边 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呢 因为它在文字上 那我们呢 将这个文字呢 两个选中 稍微往这边移动一点啊 选中描边图层 将它的按方向键 注意啊 方向键哪个方向键呢 向右下方 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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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移动 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 是不是啊 我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 当然另外一个字母的做法呢 跟它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描边文字效果呢 就制作完成了 就制作完成了 就制作完成了